哎,不要丢,不要丢,给我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就是烂根腐苗的兰花 新芽长出来就发黑腐烂 轻轻一拔就出来了 今天教大家如何拯救它 哪怕是没有根也是可以的哦 大家看我之前捡回来的这些兰花 是不是已经长新芽了 好了,大家看这一棵 是不是烂根很多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 在夏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虫 防腐烂工作 因为夏季是烂根的高发期 害虫啃咬根系 导致感染,烂根,抚苗 对付害虫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小白颗粒 在花盆的表面给它撒一勺 将土里的小害虫一锅盾 再撒上一勺这个小黑颗粒 避免病菌感染 这样伤管极下 你就不担心这些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烂根的兰花呢 全部给它清理 像这种烂根全部给它清理掉 这种感染的苗也给它剪掉 一定要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 保留这个健康了就行了 再用清水给它清洗一下 还有最重要的一步 那就是给它杀菌脱毒 可以用这个小黑颗粒对水溶解后 把这个兰花放进去浸泡15分钟 同时又能促进它的根系生长 这一步非常重要 15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栽种了 尽可能选这种小花盆 不要选大花盆 用上这种河沙 它透气性好 又容易诱导它长新根 然后把它种好之后 给它浇一支透水 放到通风硬凉的地方养护 每天给它喷一喷水就可以了 很快就像旁边这些一样 长新芽出来 学会了就点个赞支持一下吧